说到大一哥朱志文 他是唯一一位可以带领村民们飘起来的明星 也是唯一一位成就了自己 致富了全村的农民歌手 还记得大一哥刚出名的那几年 他就以同一个村同一个镇的名义 被借走了很多钱 那段时间村民的土屁房变成了二层的 小年轻的大人床终于也换成了两个人岁的 就连朱志文的口袋也变成了大家 好在近几年短视频以及直播的爆红 才使得大一哥不用再为借钱而烦恼 现在他只需要让村民们录录视频 配合大家拍拍段子就可以 然而随着短视频直播越来越大众化 大一哥的老婆也跟着开启了直播 只不过嫂子是自己播自己 前段时间大一哥也曾在采访中透露 嫂子每天化化妆 导致导致就对着手机说话 严重的时候连饭也不做 所以大一哥只好自己动手 如今可能是为了订队这一现象 大一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自己也开直播 今日大一哥在直播带货后 首次开启了自己的个人直播 虽说这已不是他的第一次 但在面对直播间里成千上万的粉丝 大一哥还是紧张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在有官方工作人员及时做向导 大一哥的直播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当然 作为家中直播界的前辈 嫂子也在万人直播间里露了一次脸 和大一哥相比 嫂子明显要自然了不少 看到粉丝们刷礼物 他很有经验的感谢起了粉丝 而当得知粉丝们在为自己刷礼物时 大一哥却明确表示 不要给自己送礼 这就让粉丝们百思不得体解 大一哥直播竟然不是为了赚钱 除了这个 网友们还对他家墙上的画产生了兴趣 说起这些字画 大一哥瞬间有了话题 他称自己很喜欢小时候的玩具字画 墙上的画 有些是他以前花一两毛买的 还有很多是邻居家拆房子 人家不要了 他就会拿回来收藏起来 我们也看到 大一哥收藏的画并不是名人称计 而是打印出来的 除了墙上挂的 大一哥还把压箱底子拿了出来 他很自豪的 让我们展示了五件教程图 谢庭峰大头照等等 可能有朋友看到这些会很难理解 这些字画 技占地方又不会升职 干嘛要收藏他呢 我想可能这就是大一哥的独特之处吧 好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 说些你想